各位好,我是杨顾文 前一阵子呢,我们社团有帮内政部 收集GU社团的一些资料 我们就设定好一些既定的格式的Word档 丢给所有的社团Email给他 请他呢,填入 填好之后呢,各社团 假设有100个社团在Mail给你 你再把每一个社团的这个档案再汇整 哇,辛苦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找到对应的社团 对应的档案的Email 很花功夫 所以呢,我有没有一种方式 我给他一个表单 他就把资料上传给我 我直接就放到他对应的客户资料 要如此呢,资料也保存了 我要找客户找到他对应的资料我就找到了 是不是很方便? VitalCRM的客户收集器可以做到这样 要怎么做呢? 我们延续上一个单元 我又把表单叫出来啦 我就选择客户里头的功能选单的客户收集器 那我之前做的表单客户收集器叫做活动A 我点一下 这时候你查看一下 其实就是上一个单元我加上了复选单选留言 还有碧田 那现在我在新增呢 新增什么呢?我把它关掉 我选择修改 修改里头呢,我再加 加什么? 我希望他能够上传资料 那上传资料放到哪里呢? 在留言的前面 好 好 我就插入 我选择表单 有一个 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客户记事 如果我用一个客户记事 我再加上一个客户里头的客户记事 附加档案 也就是对方可以选择要加的附件 所以我这里头做完之后 我存档 存好之后我马上就可以测试 查看及时表单 我针对KO这个人 还是不变 还是KO KO 那我这里头其他不填 币田的我填 然后其他不填都不填 然后呢客户记事里头我故意打个1 档案我挑第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是一个 好 假设设这个Excel档 我开启 好 有一个Excel档 那我这个客户记事 我111之后 好 做完 我存档 您可以翻到资料进来了 我选择客户 客户里头的 今天加入的资料 有一个叫KO KO里头 您可以翻到呢 这个人点下去 有没有翻到 记事一 对应的档案进来了 什么时候丢的都知道 那如果他又继续丢 我继续提交 然后呢 这个人一样叫KO 他一样叫KO 我呢其他必填的我填 其他的我不填 然后呢 这里头 我记事故意打2 我选择 等于第二个档案 第二个档案是 动820的档案 好 这个档案 我开启 送出 这时候你再到KO这边 我选择客户 今天登录的资料 搜寻 您就发现到KO 里头是不是又有一个222 这个档案 这里头的记事是不是也有 附加档案是不是也进来了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记事的话 他会一直往后加 一直加进来 一直加进来 加进来 那记事你这边可以排序 可以根据发生的日期 由小排到大 或由大排到小 最近来的还是 从远古到现在 一一二二 或者最近的在最前面 你可以排序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客户收集器里头 去叫客户把档案上传 上传到这个客户对应的记事 附件都放进来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